各位同胞,大家晚常好。 历经三年的冠病疫情,我们齐心协力,停过考验。 大家的生活也恢复正常了。 各个社区也再次举办国庆晚宴,为国家庆生。 此外,一些国人已经养成了伤风感冒时, 就会自动戴口罩的习惯,继续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 虽然我国已经走出疫情, 但是地缘政治日渐紧张,经济情况不明朗, 这导致全球价格攀升,造成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国人的日常开销继续增加, 为了减轻人们的负担,政府分发了不同的补助。 去年,我用了一份阅历向大家介绍了 一个住在三房四族的家庭能够获得哪些援助。 这包括U-Save水电费和杂费回扣, CDC购物券, 现金补助, 保券储蓄填补,等等。 政府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补助帮助低收入家庭, 其他国人也有一些补助, 大家应该都陆陆续续收到了。 今年,也有一份阅历。 和去年一样, 政府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各种补贴。 现在是8月了, 有现金补贴。 9月也有, 10月有U-Save水电费和杂费回扣。 11月, 财神爷真累了,请假。 12月, 12月又有现金补贴。 1月, 还有CDC, 邻里购物权, 让大家可以买年货, 准备过年。 我们兑现了好好照顾人民的承诺。 我们知道, 今年调高消费税影响了国人, 所以我们通过定薪与援助配套, 帮助大家减轻负担, 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 由于政府去年在这些方面节约, 在一些方面节约开支, 有了一点财政盈余, 我们决定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加强一些援助措施。 其中额外的CDC购物券, 我听说特别受欢迎。 很高兴看到这些措施行之有效, 让国人受惠。 明年1月1号, 消费税将上调到9%。 我们会按照原先的计划, 落实定薪与援助配套。 我有把握, 这些补助能够缓解明年消费税上调后, 对国人的影响。 不过, 我相信大家会想, 也可能会问, 财神爷能不能够再慷慨一次,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多一点援助呢? 这个是很合理的问题。 你问我, 我问谁? 我就问了财长黄勋财。 黄勋财想了又想, 他说他会去认真研究。 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会有好消息。 但是, 大家必须谅解, 财神爷不一定能有求必赢, 政府不可能无止境地分发补助。 所以, 我们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就是提高生产力, 帮助企业转型和发展经济。 这样, 国人的实际收入才能持续增加, 大家的生活才确实有所改善。 其实, 政府也一直通过各种政策稳定物品价格, 例如1973年, 直总成立了NTUC Welcome超市, 也就是今天的直总评价集团, Fair Price。 它的使命就是确保新加坡人 能够买到价格实惠的日常必需品。 50年后的今天, 平价集团已经是本地超市的老大哥。 它发挥了带头的作用, 把物品价格维持在合理的水平, 让人民能够继续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 这使得其他超市不得不向他看齐, 也提供自家品牌和各种优惠。 要减少生活开销,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也可以精打细算。 很多家庭主妇, Uncle和Auntie, 懂得货比三家, 知道东西要到哪一家超市买, 要在哪一天买, 才最便宜。 他们可以今天去直总评价, 明天去行凶, 后天去Diant。 一些人很厉害, 会用应用程序, 例如Price Car Key, 或通过一些群聊, 查看哪里有最好的楼帮。 如果你是建国一代, 立国一代, 或持有蓝色的Taskar, 星期一到星期五, 去不同的超市, 天天都有折扣。 为了家庭, 人们省钱, 不落人后, 要买到最划算的日用品, 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钱包。 所以说, 只要大家做一点功课, 还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东西。 我知道, 有一个群体特别关注生活费的问题, 那就是快要退休的工作人士, 他们现在大概五十多岁或六十出头。 当中有些人, 上有老, 下有小, 还要担心退休后, 钱不够养老。 我明白你们这个夹心层的担忧, 你们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而且孩子们还在求学, 不会那么快毕业。 政府所提供的大大小小的补贴, 将可以帮助你们应付生活费。 不过你们还是会担心自己日后 没有足够储蓄可以养老。 这是因为你们当年的薪水 比不上今天的年轻人。 而且, 你们从国家经济增长所得到的好处, 也比年轻人相对来得少。 我了解你们的忧虑, 政府会协助你们减轻生活负担, 并且提供针对性的补助, 让你们能够更加从容地 面对退休生活。 我会在接下来的英语演讲中 提供更多细节。 除了帮助年长人士为退休做好准备, 我们也必须关心大家的健康。 大家上了年纪, 都多少会出现一些毛病, 尤其是如果年轻时 没有照顾好身体。 就可能有三高, 也开始这里痛, 那里痛, 走不快, 看不清, 耳不灵, 睡不好。 人到了晚年, 如果身患多病, 或是病情严重, 无法照顾自己, 甚至要长期住院, 这对自己和家人 都是很辛苦的。 首先, 金钱的负担肯定不少, 把辛苦一辈子赚来的钱 花在吃药住院, 就得不偿失了。 同时, 在家里照顾年老的病患, 对整家人来说, 是身心劳累的事。 算来算去, 健康还是排第一。 所以, 预防剩余治疗, 为了让国人能够保持身心活跃, 上个月, 卫生部就推出了 健康SG计划, 或者Healthier SG, 我和太太也报名参加了。 健康SG是我国医疗保健制度的 一个重大改变, 政府将把重点转向 预防疾病。 我们鼓励每个人 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 这样, 医生除了看病, 也可以为你 量身定制 保健护理计划。 同时, 这个家庭医生 也会定期和你联系, 关注你身心的整体状态。 我明白大家的心里, 不愿意有事没事 就去看医生, 有时即使有事, 也不敢看医生, 害怕会听到坏消息。 但是, 我希望你们可以改变心态, 从现在开始, 就定期去看医生, 或者说跨罗棍, 听他的话, 养成积极照顾身体的好习惯。 政府会提供各种津贴, 减低你们的医药费, 推行健康SG计划, 卫生部在预防疾病方面的开销, 将会增加。 这是为了让你们老来活得更加健康, 长期帮助你减轻医药负担, 也希望可以减缓国家医药开支的增长。 所以, 请你协助我们一起照顾自己的健康, 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我再次呼吁大家, 报名参加健康SG计划, 请牢记, 健康是宝, 预防最好, 你我家人没烦恼。 过去三年, 冠冰疫情是一场严重危机, 我们沉着应战, 理智应对上下一心共同克服种种难题。 新加坡是最早走出危机的其中一个国家, 并且很快就恢复活力了。 我们的新行再次展示高飞, 张一机场, 人山人海, 入境的旅客很多, 出国旅游的国人也不少。 投资者看到我们应对疫情的表现, 对我们更有信心了。 我们吸引了许多新的投资, 经济活动也增加了不少。 我们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也更加蓬勃了, 我们也成为数一数二的科技研究中心、 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 巩固了我们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 这一切不是偶然的, 而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未与筹谋, 做长远的规划, 并且政府与人民之间维持互信, 紧密合作, 把愿景变成事实。 最近, 发生了几个涉及政治人物的事件, 让国人或者感到不安, 甚至怀疑我国的体制是否出了问题。 其实, 没有体制是十全十美的。 至于这些事件是否会让新加坡受到打击, 那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 我的团队绝对会全心全力, 做到尽善尽美, 全力以赴维护新加坡清廉高校的政治体系与信誉。 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在面对类似的几首事件时, 都会果断地处理。 我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处理这些事件。 我相信我的接班人也会一样。 今年是李光耀先生的百年名诞。 我们在缅怀李先生的同时, 也应当铭记他的教会。 李先生最在乎的, 是要新加坡人牢牢记得我们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首先, 永远不让腐败的政治在这里出现。 同时, 维持最高的廉政标准, 使新加坡能够一直运行下去。 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才能实现核心的治国理念。 人人平等, 为财适用。 帮助国人施展才华, 精益求精。 发展经济, 提升大家的生活, 建设一个多元种族的和谐社会。 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因为开国领袖的坚持和毅力。 所以, 让我们继续秉持前辈的建国精神, 确保新加坡持续繁荣进步, 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